当时也看了好多车展 当时我还就是觉得对领克印象很好 他车展的车概念车特别帅气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的量产车还没出来 然后就老天天惦记着 想知道他们量产车到时候出了啥样 然后就觉得很帅气 想考虑 但是后来量产车没有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当时那个概念车 他当时这个概念车的车门 也是就是跟那些车展 那些其他车一样 就往上飞或者对开门什么的 特别现代特别有意思 但量产车的时候 他也没搞那些花活 并没有那么标新利益 领克的标原来长这样 像个太极服一样 和那个头一模 抱歉 部队也就的 家里又和那个 真是一样 一样 你 第二 酒